新疆特种冰吹噬般出动 狠肉揪面片吃了 它好鲜美 有种喝完能延年益寿的感觉 新疆奶皮喝了 有种林黛玉在和刀狼炒CP的感觉 正宗的新疆奶茶喝了 这个小米香配上奶茶咸 有种两个奇葩惺惺香惜的感觉 杂烩汤吃了 好不容易在新疆见到这么多绿菜叶子 肯定要嘎嘎喧 能坑肉夹能吃了 吃完感觉浑身都是劲 甚至想随机揍两个鸡肉男 辣皮子黄面吃了 上次说成黄皮子辣面被群炒了 呵呵我自己都笑疯了 炒米粉吃了 南非虽然不是主角 但却抢尽了风头呢 哈萨克版的鬼肉拌面吃了 好吃到就算减肥 都有必要破例多炫几口的程度 炒牛羊肉串吃了 众所周知新疆的牛羊肉 跟其他地方真的完全不一样 焦麻鸡吃了 大盘鸡吃了 果然没有一只鸡能优雅地走出新疆 新疆胡辣汤喝了 旅游搭子在店里大声说 一点不正宗尴尬死我了 新疆凉皮吃了 跟其他地方的没啥区别啊 就是说炒宽面吃了 本面是大省河南公主疯狂点头表示肯定 阿尔滨奶茶喝了 喝完我都会说唱了 咖啡喝了 来熬夜赶路啊 谁怕谁啊 新疆酸奶喝了 每个味道都尝了一点燕麦味最好喝 烤鱼吃了 对不起只是拍了一下 其实并没有吃 因为我不吃鱼 所以全程大家都没有点过鱼 此处要感谢旅游搭子们的迁就 有你们是我的福气 拍黄瓜吃了 为什么要点拍黄瓜 因为要配大乌酥啊 听说新疆本地大乌酥都用的是天山水 我爱喝啤酒 又想尝尝的菜鸡就喝白乌酥呀 新疆肯德基早餐吃了 我们自以为吃的是新疆限定产品 还美滋滋的 六星街冰淇淋吃了 对不起你不配在冰淇淋界有一席之地 马路吃了 没有驴肉好吃 而且我觉得马是有灵性的 我坚决不会再吃了 烤包子吃了 薄皮包子吃了 这么便宜我实在无法点评吃就完了 皮鸭子烤囊吃了 新疆麻花吃了 感觉石头放进去烤烤都会很好吃 把路边小卖部的过期小零食不小心买到了 景区的泡面吃了 在雪山草原里野餐的愿望也达成了 你们都说要洗洗再吃的性干也没洗直接炫了 目前还活着清澈可以直接吃 家常菜吃了 不是为啥炒西兰花里都这么多肉啊 一里裹单皮吃了 好吃但差点没把我智齿沾掉 免费茶水喝了 要很丰富有种花小钱半大事的感觉 鸡场的牛肉面吃了 肉真实在啊 所以在新疆牛肉不要钱嘛 这趟新疆之旅人温格尔西数拉满了 我还有啥遗漏的吗 家人们